我以后一定娶你 让你一辈子都幸福快乐 这就是我们以后相认的信物了 少年满足地把发柴拿在手中 牢牢记住了他的沉默 洛洛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抱歉 我就不了你 没关系 他早就知道了 原本还抱着一线希望 看来是没有了 不过他如今快要死了 赤炎应该很快就能痊愈了 白洛是皇帝陛下赐给其王赤炎的男主 作为一个药骨为赤炎解骨 和赤炎交合之后 他身体里的骨毒 便会一点一点传到白洛体内 虽然早已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心里还是有些哀伤 真想陪他一辈子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好 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穿着一席赤色长衫的英俊男子 走了进来 今天怎么没有看见 你在我的房中 今日是他的订婚宴 白洛原以为他已经不需要自己了 我确实很快就会大婚 但这种事 不该是一个小侍为该关心的 我大婚和你有什么关系 还是你想从我身上 得到些什么身份地位 白洛赶紧跪下 他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知道就好 一个帮我解毒的要不罢了 少去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白洛脸色煞白 心里跟针扎一样闷通 王爷还要他现在服侍解毒 想在大婚之前 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 这些年来 纵使他们不停在床上 做着最亲密的事情 可现实却残酷地令人发指 白洛颤抖着手为赤炎解着衣带 赤炎伸手捏着他的下额 怎么 不愿意 怎么会 白洛对着他笑了笑 坐在床上 温顺为他宽衣 谁知他猛地扯开白洛的衣服 你现在手脚怎么这么麻 这又是你想出来 勾引我的套路吗 如果不是这身上的骨毒 我会碰你 你知道 碰你这样一个男人有多恶心吗 他完全不顾 此时白洛脸上露出来的难堪 还在继续讥讽 谁能想到 一个男人在床上叫着的样子 竟比女人还要梦吗 怎么不叫了 你也知道 叫出来丢人吗 白洛的心狠狠抽搐着 赶紧捂住嘴巴 说着对不起 怎料 誓言一把掐住了白洛的脖梗 声音冷淡又无情 你还知道对不起 怎么不叫了 你也知道 叫出来丢人吗 白洛 我告诉你 不准在外面宣传我们的关系 否则我杀你 尽管他不会 王爷还是不信 你有什么不敢的 为了留在我身边 就连那要骨 你都敢做 不就是想要享尽荣华吗 你越是这样 我只会越厌恶你 听说要成为药骨 需要被金丝禅饲咬 那种疼痛会深入骨髓 白洛 你还真的是够拼的 其实不仅仅是金丝禅 甚至还有蜘蛛 蜈蜈 各种毒蛇 中毒 解毒 这样不停循环往复 直到三年 他完全变成一个幼 这样才能把赤岩体内的毒素 过渡到他体内 他连自己的命都保不全 哪里是为了荣华富贵 不过是为了那个沉默 可当他千辛万苦 来到赤岩身边的时候 他全然忘记了沉默 甚至连白洛是谁都忘记 第二天一早 赤岩的未婚妻 就气势汹汹过来 要见白洛 他倒要看看 一个小小的侍卫 怎么爬上王爷的床 在听见白洛 竟然还在自己屋子里的时候 沈云念彻底恼了起来 他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吗 不过是个最低等的侍卫罢了 竟然敢在我面前摆捕 他的丫鬟还在一旁山松点火 小姐别急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赶走白洛 侍卫把白洛带到 他跪在沈云念面前 沈云念一看 此人果然是霍国倾城的模样 他抬起白洛的下巴 一个男人罢了 竟比女人还漂亮 怪不得赤岩会日日 与他缠于踏上 他怎能容忍这样的人 混乱王府 怎么了 这时赤岩出现了 他走过去搂住云念 谁让我们云念生气了 竟然你发了这么大的火 沈云念赶紧变脸装起柔弱 还不是他吗 不过一个最低等的吓人罢了 居然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王爷 我们把他赶走好不好 只要看见这个人 我就心态 赤岩脸色难看 白洛 只要你求我 我就不会把你弹走 谁知白洛静对着他叩拜 自愿离开王府 赤岩大怒 狠狠踹了他一顿 他以为白洛怎么样都不会离开 此时已是怒不可遏 可他居然真的想走 白洛 你竟敢妄想出福 哼 这又是什么妖虫手段 给我滚去院子里跪着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从他说话 让他一直跪下去 白洛无比苦涩地低下头 属下遵命 外面正值寒冬腊月 还下着雪 最是未寒的白洛 一个人跪在冰天雪地里 沈云念十分嫌弃 还想让王爷把他赶出去 赤岩走到他面前殉职 若是再令沈小姐不快要罚你 本王必不会来 之后便搂着沈云念回屋了 独留白洛一人跪在那 赤岩出现的时候 白洛本以为他是来为自己解雷 想不到 却是替心上人来法的 他突然猛烈咳嗽起来 这破败身子 也不知能不能熬不着走 算了 熬不过又如何 以前总怕死 不想离开赤岩 如今再看 立刻死在这 也不错 夜幕降临 赤岩回到自己住处 发现白洛又不在 该死的白洛 昨天没来 今天又没在房中等 他忘了要补的本分吗 下人提醒白侍卫被王爷罚 此刻还在院中跪着 什么 他怎么还跪着 你们这群蠢货 为何不早点提醒我 该死 先前不过随口一说 根本没心想后果 他冲了出去 还在安慰自己 没事的 一个皮糙肉厚的男人能有什么事 白洛 可他感到实血没人 他为力离开了吗 这时 旁边的下人惊呼起来 王爷 你看那边 只见大雪中 只露出了白洛的半张脸 王爷急冲冲跑过去 颤抖遮手 放在他的鼻尖 还好 还活着 身边的下人 想伸手去抚白洛 王爷顿时生气怒吼 你干什么 谁准你碰他 他用自己的披肩裹紧白洛 滚开 不用你来 他亲自抱起白洛 快叫神医杨谦 他怎么样 要不要紧 你怎么不说话 我问你他怎么样 别以为你不为朝廷管 本王就不敢动 杨谦冷漠拍开他的手 怎么 莫非王爷爱上了他 此时白洛正迷迷糊糊 耳边传来赤言和杨神医的声音 却听王爷说着 他怎么可能喜欢一个男人 何况是个低等侍卫 明明是早有预料的回答 他的心还是那么疼 也是 王府中人人皆知 王爷不喜白事物 只是迫于无奈用他解决 如今王爷的古毒已解 何不把白洛打打走 眼不见为见 赤言皱起眉 白洛是本王的人 良神医民于举吗 不知您打算如何安排白洛 只要他老是本分 我自会与他荣华富贵 他巴巴贴上来当药谷 所求不就是这些 当然不是 王爷可知 给您当药谷解毒是什么下场 杨谦也是心疼白洛 为他感到不公 想告诉赤言 那个傻子 为他都付出了些什么 可这时白洛却颤抖着手 拉住了他的衣角 看着他的眼神 尽是祈求 不想让他说出来 自己是以性命解毒 真是个傻子 你就让他蒙在鼓里 不然王爷哐当一下 踹翻身旁的一顿 看着白洛跟杨谦 窃窃私语 他很是不爽 既然白洛已经醒了 这就没杨神医什么事了 请回吧 杨谦赶忙提醒白洛 刚刚苏醒 还很虚弱 不可急于做其他事 却只得到王爷的一个鬼字 白洛从床上坐起 不知哪里惹的王爷如此生气 王爷一把拦过他的头 原来你看得见本王 本王见你一醒来 就抓着杨谦不撒手 还以为 你根本看不见主公呢 还敢在我面前与他而语 哼 你们刚刚说了什么 白洛不想让他知道真相 不肯说出来 王爷猛然把他摔倒在床 一脸的不耐烦 虚弱的白洛 浑身都在发抖 眼角迎着泪水 他这副样子 王爷竟感到一阵心疼 可他突然想起 陛下曾说过 白洛是攀附权势的小人 好险 差点被这种小人左右了心神 他最讨厌这张 无媚到比女子 还漂亮的脸 你就是凭这张脸 来勾引男人 达到目的 是不是 杨谦也是你的入目之兵吗 他有没有本王厉害 你就是凭这张脸 来勾引男人 达到目的 是不是 杨谦也是你的入目之兵 他有没有本王厉害 我没有 王爷盛严 装的倒是真烈 你这种人毫无底线 什么做不出来 无药脸的贱装 否则堂堂男儿 何必当药骨 来换取荣华富贵 若对象不是王爷 他怎会甘心你身人下 可笑 在他眼里 自己竟是人尽可夫 卖身求容的贱人 他一点也不想听心爱的人 这样侮辱自己 请求离开 王爷却猛然 把他压在身下 开始撕扯白洛的衣衫 他用过的 就算是毁掉 也不会便宜贵 白洛挣扎着 不愿在此时交合 却听王爷说着 他只是要鼓 没有资格说不要 好好我 乖一点 把你第一次脱光衣服 不要脸的样子拿出来 不要说 求你不要说 白洛羞耻极了 五年前 他第一次来到王府 下人提醒他王爷 饱受鼓毒折磨 脾气暴暴 一定要小心伺候 他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王爷面前 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可还没说出自己的名字 就被王爷轰赶 那时 王爷正大发雷霆 你们竟然给本王找了个男人 原来他不喜欢男人 他许下的承诺不做数了吗 可王爷的鼓毒已经发作 他不能眼睁睁 看着王爷如此痛苦 白洛在他面前 一点点退去了衣服 主动献上自己 属下是您的要补 您对属下做什么都可以 王爷 只要能救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王爷 我好喜欢你 可如今 他却一直在侮辱自己 还硬逼着白洛睁开眼看着他 说你喜欢我 永远不会离开我 就用以前那种语气 原来他早知我的心意 却从不信我的真心 白洛感觉心死了 他推开王爷的手 悲痛欲绝 求您啊 放手下离开吧 求您啊 放手下离开吧 你是认定我不会杀你 才敢一次又一次忤逆我 这时 王爷注意到他手上的猪串 这是他之前随手丢给白洛的手串 脚踹开了一扇门 那是一间充满珠光宝气的房间 你知道我今天带于念做什么了吗 这些都是为于念生辰准备的 只要他喜欢 我什么都可以给他 你呢 你跟本王随手打赏了这个手串一样 廉价低剑 吓人就是吓人 不要妄想和主人争处 否则本王能给你 自然也能收回来 话音刚落 就扯断了白洛手上的猪串 白洛不可思议地看着散落的珠子 下意识哭着跪在地上 想一粒粒捡回 王爷还很不羡 坏了就坏了 捡什么 可王爷赏他那日 恰是他的生辰 他曾那么开心 赤眼冷冷看着眼前的人 感到一阵烦躁 记住今日的教训 不要消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鬼 白洛独自走在空无一人的廊内 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珠子 奇怪 珠子变得好烫 太烫了 珠子一点点掉落下去 所以无论有多喜欢 他都不敢再要了 此时杨谦正在他房内焦急等待 怎么还不回来 难道王爷要留他过夜 可算等到他回来 却发现他手上的宝贝串珠不见了 洛洛 你怎么了 说话呀 白洛走到桌子前 趴着 一言不发 杨谦看着他失落伤心的样子 走了出去 不久后端了一碗自己做的面回来 之前生辰他不知情 现在给白洛补过 小心烫 就当是长寿面吧 吃了长命百岁 刚说完 杨谦就反应过来 糟糕 他命不久已 还说什么长命百岁 可白洛并不介意 他之前从没有过过生辰 这么一碗面真的很好 他拿起筷子 就准备开动 你这个狗东西 既然舍不得这碗面 就像狗一样吃了它 白洛示弱珍宝的猪串 已经被王爷随意毁了 他落寞地回到住处 趴在桌子上 沉默不语 杨谦看着他这样子 默默去厨房 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 算是补过生辰 白洛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吃上一碗 别人特意为他煮的长寿面 这是他第一次吃长寿面 因为之前没有庆生过 现在只觉得满满的感动 幼年失去双清后 就在神异谷吃百家饭长大 没饿死已是幸运 看着他杨良总想 要是能有个如他般乖巧的弟弟 该多好 还好白洛也早就将他视为兄长了 白洛的人生真是太苦了 他赶紧安慰起来 快吃吧 吃了长寿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另一边王爷盯着 已经被毁掉的手串珠子 回想起刚刚白洛那绝望的眼神 担心他会想不开 拿起灯笼 就又回去找他 还不让下人跟着 毕竟那眼神里充满了哀伤 哀伤到让赤岩的心 也跟着一起治痛起来 可他到了却发现 白洛正跟杨谦一起 有说有笑 还笑得那么好看 甚至把杨谦送出门后 他还一直看着杨谦离去的背影 赤岩阴沉沉盯着这一幕 什么绝望 什么想不开 自己真是错得离谱 白洛一回头才发现 王爷正冷冷地站在那 那眼神 简直就像利剑一般 能堪堪将他射穿 他不自觉的浑身颤抖 扑突一声跪了下去 惊讶于王爷怎么会来 赤岩猛地抓住白洛的手臂 力度十分粗暴 将他整个人都抓了过来 白洛 你真是厉害 刚才在我那里见过杨谦 回来又迫不及待找他 怎么 是我没满足你 才让你表现得如此即可 赤岩一把将他很摔在地 白洛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连忙解释 杨大夫只是过来 为我下一碗长寿面 长寿面 你方才还说我赏你猪串那日 是你的生产 满口谎话 令人作呕 赤岩拿起那一碗面 直接就倒在了白洛的头上 好端端的东西 再也不能吃了 杨狼还告诉他吃了长寿面 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怎么会好起来呢 今生第一碗长寿面 就这样轻易被打翻 随意见他 不过是一碗长寿面而已 对白洛来说 却比这世上任何一件东西 都要珍贵 他心里从未有刚刚那样的感动 这辈子过得太苦 从来没被任何人在乎 赤岩看着他 对着杨谦的烂面条 还如此不舍 气得上去捏住他的脸 你是我的药谷 你的脑子里 眼睛里应该只有我 把你手上的脏东西丢掉 见白洛还是摇头不肯 赤岩简直愤怒到了极点 直接就把白洛的脸 按在了地上的面条中 你这个狗东西 既然舍不得这碗面 就像狗一样吃了它 没曾想白洛 竟然真的听从命令 像狗一样张开了嘴巴 眼泪从他眼睛里冒了出来 赤岩看着白洛这样 内心轻叹 不是的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 白洛 你不是想要做狗吗 好啊 我满足你 一刻后 属下从府中 找来了一条长长的狗链 王爷命人 把他拴在了白洛的脖子上 他看着白洛那顺从的样子 更加心生硬 陛下曾经再次 他要骨石就提醒过 此人锦绣皮囊 蛇蟹心肠 善以美色达成目的 所图甚大 朕将这种不择手段的小人 放在你身边 你万不可被他蛊惑 令朕失望 赤岩牢牢记住了陛下的话 才是自己 不被眼前这小人所疑惑 他把狗链拿在手中 高高举起 白洛 我要让你知道 狗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赤岩把他带到 王宫贵族们 寻欢作乐的地方 他一过来 那些人就上前来表示 已经酒后大驾 其中一人突然指向白洛 王爷 你怎么带这么的脏东西过来 他身上那是什么 好恶心啊 脖子上是狗链嘛 也太脏了吧 赤岩冷眼看着白洛 与其十分勤勉 他呀 是本王带来供大家玩乐的狗东西 这种脏东西 有什么好玩 看了就会气 要不咱们来比赛 看谁能把水打到他身上 众人不停地朝他身上 喷水取乐 围着他大笑 白洛越是悲惨 那些人越是开心 还不满足地朝着他 喂 你动一动啊 狗被打都知道跑 你怎么不跑 连狗都不如 狗都比你强 誓言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白洛 内心却没有因为这样 惩罚白洛而感到开心 反而有些说不出的焦躁 他突然大声 让那些人停手 走近用力地掐住了白洛的下巴 你现在知错了吗 喂 你动一动啊 狗被打都知道跑 你怎么不跑 连狗都不如 狗都比你强 誓言看到这里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焦躁 他突然大声 让那些人停手 走近用力地掐住了白洛的下巴 你现在知错了吗 他错了吗 可他竟不知自己错在何处 众人见他迟迟不认错都目了 狗奴才 王爷让你认错 你就乖乖认错 如此忤逆 真该死 这时 有人用扇子拍了拍赤言 王兄不如把他交给我 哦 你有什么手段 赤丰叫来一个美人 手里拿着一个酒杯 让白洛学好的 他让美人为他喝酒 美人自然了解 将酒含在自己口中 然后嘴对嘴地味到了赤丰的嘴巴里 两人吻得难舍难分 赤言看到这里 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赤丰吻完那美人后 色咪咪走向白洛 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让他做出跟刚刚同样的事情 白洛拼命挣扎起来 即使赤丰把酒灌到他嘴里 他也不肯喝 他泪眼朦胧 他找了几个人 死死地按住了白洛的手脚 拿着酒壶 直接将酒往他嘴里灌 哈哈 喝 这就是你忤逆本王的下场 白洛这种屈辱的样子 更是让他受性大发 他一脸迎笑 竟开始直接当众 撕折起白洛的衣服 白洛简直像疯了一样叫喊着 他开始求饶 开始认错 眼泪不停从眼眶中涌了出来 赤丰看着赤丰 居然想占有白洛 心里一阵抓心脑干般的难受 他开始心烦意乱 不受控制的就要出手阻挽 却在这时被另一人抢了先 那是忠永侯之子 聂怀宇走上前去 将赤丰拉开 挡在白洛身前护住他 够了 放了他吧 我们是来迎试作对的 不要做这种过于粗俗的事情 聂怀宇扭头怜悯地看向白洛 瑞王不是会为难下人的人 你好好道歉 让这事就此过去吧 白洛赶紧跪到赤严脚旁认错 不想再受此折辱 赤严心里更狠 刚刚自己让他道歉他不肯张口 聂小侯爷让他道歉倒是听话了 他冷冷让白洛说出自己错在哪里 白洛声泪俱下 王爷 如果喜欢您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属下便不再喜欢您了 好不好 如果喜欢您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属下便不再喜欢您了 好不好 没想到赤丰一脚对着白洛 踹了过去 你当然不配喜欢我王兄 也不看看你的身份 狗奴才 也就做个暖床的妻子罢了 赤丰对于刚刚没能够吃到白洛 还是有些耿耿于怀 他虽是个身份低位的奴才 到底也是一条人命 白洛呆呆地抬起头 看了聂怀宇一眼 心里满是感激 聂怀宇温和地对着他笑了笑 还伸出手要扶他起来 白洛被折辱怕了 还有些色索 聂怀宇还很贴心地安慰他 主动拉了上去 赤严冷笑着看着他们 没想到聂小侯爷也会对一个奴才感兴趣 你看不惯气凌弱小 可白洛不是个值得你同情的东西 他满脑的攀腹 当年不知廉耻缠上本王 别提伺候的多卖力 像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人 你也会喜欢 被这样贬低侮辱 此时的白洛已经忍到了极限 他大声让赤严不要再说了 赤严见他居然敢反驳自己 更是恼目到了极点 他一下子揪住了白洛的衣领 猛地将他拽了出去 手下人也及时将聂怀宇拦住 赤严把他狠狠扔进马车里 死死地捏住了他的脖子 你是不是以为离开我就能攀附别人 你想找谁 杨谦 聂怀宇 也不想想你 这样的贱货配不配得上 你跑不了 也没人能救你 就算是聂怀宇 也不敢来阻止我 他用力地撕扯开白洛的衣服 白洛在此时感受到 喉咙里有一股血要溢出 糟糕 是鼓鼓要发作了 他的反抗推开动作 让赤严感到不可置信 现在居然还学会反抗了 别以为本王非你不可 他把白洛的头冬的一下刻到了地上 回府后没多久 就叫来了一个长相漂亮的男人 白洛 我早就说过 要鼓也不是你一个 只要我想 总有大把人愿做 赤严转向那个男人 你过来服侍我 让他看看 静德的男宠应该是什么样 若你做得好 就由你替换他 那男人听到王爷此话一出 眼睛里立即发出兴奋光 他举起手里的酒杯 整个身子如同五骨一般 坐到了赤严的腿上 他们开始直接在白洛面前寻欢作乐 赤严的心里满是报复的快感 真的以为这要鼓非他不可吗 他就是想要好好的刺激一下白洛 让白洛知道他的价值 就是好好地在床上伺候自己 你过来服侍我 让他看看 静德的男宠应该是什么样 若你做得好 就由你替换他 他们竟直接在白洛面前寻欢作乐 此时赤严心里满满的 都是报复的快感 那男人迫不及待 伸手想替王爷宽衣 赤严冷声 让一旁的白洛滚到门口待着 哪里也不准去 明明是唯一的真药谷 却像条狗一样被赶走 白洛离开房间后 赤严立马把那男人 从腿上推下去 命令他到床上去 他当然是立即听从命令 那男人当年听说 皇家想要为瑞王选择一个药谷 只有一个傻子坚持了下来 虽然成为药谷 可以得到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但那也要有命去享受才是 现在王爷的毒基本解了 他这个假药谷 就陪着王爷玩玩好了 他脱下衣服 在床上妖劳地冲王爷招手 哪只王爷一下子拍开他的手 只让他在床上叫 不仅要叫 还要叫得浪些 想些 暧昧些 男人拉开自己的衣服 还想伸手再去勾引赤岩 又被赤岩打了回去 再做多余的动作 本王杀了你 也不看看你配不配 快叫 那男人感到说不出的屈辱 却又不得不卖力地大声叫了起来 那声音传到站在门外的白洛耳中 不知道有多刺耳 王府的侍卫 早就看白洛不顺眼了 此时自然是落井下石 纷纷嘲笑 王爷也不过是玩玩你而已 现在玩你了 你自然就没有用了 白洛只感觉好像有一把尖锐的刀子 在一下一下地凌迟着他的心 他根本就没办法再听下去 用力睁开了眼前 抓着他手臂的那个人 那侍卫故意大声喊了出来 白洛跑了 快抓住他 白洛可是王爷亲自命令 要让他站在这里了 现在 他竟敢违抗命令跑了 看王爷不狠狠惩罚了 可没想到 王爷立刻就推开了房间的门 衣着还是完完整整的 还大骂他们不中用 而白洛此时已经伤心欲绝 可怜兮兮地蜷缩在一个小角落里 整个人泪眼婆娑 压抑着哭声嘀嘀地抽泣起来 他回想起二十的那场大礼 他没有伞 临着雨身子都快被冻僵了 是小王爷走上前去 关心他冷不冷 还温暖地帮他擦去脸上的水渍 把自己手中的伞送给了他 虽然那时小王爷以为他是小妹妹 但从此 小王爷也走进了他的心 这时 王爷一脚踹开了门 打断了他的美好回忆 世言本来是想过来 好好教训教训他 却看到白洛一个人 落寞地坐在地上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画面 眉头紧皱 心脏筋一下子狠狠地抽了一下 而白洛注意到他出现后 身体瞬间往后缩了一下 明明是他爱到 连生命都能放弃的人 却不停地在众人面前 点滴折辱他 甚至当着他的面 跟别的男人循环作弱 还要命令他 在门外听着他们那极其暧昧又刺耳的声音 白洛实在没有办法再听下去 他跑回房东 一个人可怜兮兮地 蜷缩在房间的角落了 世言过来兴师问罪时 就看到他这样一副蜿蜿蜿 他的心狠狠地抽了一下 竟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心疼的感觉 他蹲下身去 轻柔为小布包擦去脸上的泪水 双手捧起白洛的脸 忽然就很游吻这个人的冲动 可白洛却在此时把头偏向了一边 拒绝着这个我 世言嘲讽起来 不是说再也不爱我了吗 那看我和别人在一起 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你看你还是离不开我 所以以后给我乖乖的 我才会像从前那样宠幸 世言把他拥入怀中 想到他是因为什么才哭 心情就变得好一些 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这个人 心情说不出的好 他伸出手触碰白洛的脸颊 轻声叫着他的名字 世言的声音把白洛一下子惊醒了 他立马起身跪在床上 眼里满是惊愧 王爷以往都不会睡在他房间 只听王爷说着 之前白洛求过他 陪自己逛一只集市 他明天正好有空 可以陪着逛吧 可当时提出 想要和世言一起逛集市的时候 白洛反备狠狠地嘲讽了他 现如今的白洛 却是已经不想再去 可世言以命令要求让他去 不准他再说过多费 白洛无法违抗世言的命令 只得卑微地遵从 次日一大早 集市就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白洛看着世言 对集市中充斥的味道 表现出了反感 觉得他果然还是不喜欢集市 他是已经错过来 这么想着 他已经落后到世言身后 世言发觉 他慢吞吞地 还催促他跟上自己 集市中漂亮的白洛格外显明 光是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就会有很多人过来和他拉闪 这不 一位标志的小姐姐 走到他跟前 以问路为由和他搭话 善良的白洛 客客气气地为他折磨 那笑脸 着实让人灭 小姐姐还想跟这位美好的公主 再多续点灭 却在这时感受到了 来自他身后的一股强大的低气压 白洛赶紧把两眼 都要喷出火的世言拉子 世言十分不满 你怎么回事 到底是来逛集 还是来勾搭人的 他随手从旁边的摊子上 属于自己的东西 怎么能被别人消息 这即是在赤岩眼里 虽然上不得台面 却也有些精致的小猫 期间 白洛一直盯着摊子上 精致又可爱的小猫 赤岩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 把那个小猫拿了起来 一边撑在这小玩意儿 做得确实精致 一边把它扔给白洛 他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心里竟是开心又猛独 这算是赤岩送他的礼物 可他并没有开心多久 只听赤岩表示 云念最喜欢这些精致的小东西 是要多挑几件送给他的 白洛一下子愣住 他呆呆地接过赤岩 递给他的东西 看着手中的小玩意儿 心酸无比 他刚刚到底 在痴心妄想什么 所谓的逛吉士 也是赤岩为了沈宁念 抬过来的吧 自己真是天下第一号的傻子 而另一边赤岩 一不得意洋洋的样子 这一手欲擒故纵完的 不愧是我 你怎么回事 到底是来逛吉 还是来勾搭人的 这个家伙从头到脚 都是属于我的 属于自己的东西 怎么被别人削起 赤岩从摊子上 拿了一顶斗笠 戴在白洛的头上 以此来挡住他的脸 还非要玩一手欲擒故纵 看白洛喜欢摊子上的小猫 就买来塞给他 等他开心又满足之际 却又提到 云念喜欢这些精致的小东西 多挑些给他 白洛瞬间失落起来 看着手里拿着的小东西 只觉得心中 翻江倒海般的难受 天天赤岩这时又说 云念好像不怎么喜欢猫 要把这小猫给他 白洛的手捶了下去 他顿时不想要 沈云念不要的 还轮到他 其他下人得了赏 都感激体灵 你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拿好 白洛默默低下头 手里的那只小猫 被他攥得紧紧的 他脸色苍白 不停咳嗽起来 这身体是越来越差 赤岩往前走了一段 才发现他没跟上 扭头看去 发现白洛的脸色十分苍蓝 他将手放到白洛的额头上 一肚炽热的温度 由此传来 赤岩整个人一惊 怎么这么烫 你是哑巴吗 发烧不会告诉你 还逛即逝 我带你去找御医 可这时 王府的人找到王爷 满脸焦虑 沈小姐从马上摔下来 好像受惊了 丞相府的人 请不过去 什么 云面受伤了 赤岩立即封开 原本抓着白洛的手 反而抓向那个侍卫的双臂 在听到云面并没有受伤 只是受惊严重的消息后 还是毫不犹豫把白洛丢下 急匆匆去看望云面 只留下白洛呆呆站在原地 看着王爷远去的背影 他终是忍不住 压抑已久的那口血 还是咳了出来 很奇怪 赤岩一走 仿佛一下子没了支撑了 他再也强撑不住 回忆软 就跪在了地上 眼前的众人 也感觉越来越非 意识越来越模糊 最终还是失去了知觉 整个人栽了 另一边 沈云面跟丫鬟低声吞吐着 原来这只是他们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这时赤岩已经马不停蹄赶来 满脸担忧 沈云面见王爷来了 立马装出一副 柔弱又害怕的样子 一下子就哭到了赤岩的身上 在他怀里阴阴阴 云念在看到他身上的小玩意儿后 得知是王爷特地买来送自己的 面上满心欢喜的样子 可别过头去时 那脸一下子飞了 又买这种不值钱的破玩意儿 他一个大家闺秀 怎么可能喜欢这种东西 当御医来给神小姐诊卖时 他盯着御医的背影出神 突然就想起 白洛也病了 但又摇了摇头 心想他是一个皮涛弱厚的男人 有点风寒有一房 吃点药就好 他站在沈云念旁边 头都摇成了波浪鼓 白洛此时会是什么状况 他正忠张希望 突然发现了赤岩的背影 他想追 却怎么也追不上 只能在他背后大喊 赤岩 不要丢下我 赤岩 可他却还是被丢下了 心脏感到一阵刺痛 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他突然坐起 喉咙里一口血猛然被咳了出来 原来作药谷 竟需要如此牺牲 赤岩 不要丢下我 赤岩 白洛从梦中惊醒 喉咙里一口血猛然被咳了出来 这时 固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居然是聂小侯爷 他一脸严肃 白洛 要故是将鼓毒吸收到自己体内 是不是赤岩身体越好 你的身体越来越差 白洛还在掩饰称自己的身体很好 聂小侯爷猛地抓过他的手 这就是你说得很好 赤岩知道吗 他竟误会 你是贪图富贵的小人 我去帮你告诉他 这个傻子都快为赤岩死了 赤岩却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那样侮辱他 可白洛却在此时慌张出言阻止他 求他不要告诉王民 如果赤岩知道他命不久已 会不会满脸不信 拍手称快 他不敢赌 至少想死了也尊严一些 聂小侯爷眉头皱起 算了 原本也不关他的事 只是觉得就算白洛死了 赤岩都还误会 白洛嘴上虽说着他并不在乎 其实内心已经难受得快要死了 而赤岩没想到 他回到王府之后 发现白洛这家伙 居然还没换人 他让侍卫去找 竟也不在杨谦那里 两日未归 没回府也没去找杨谦 他究竟滚到哪里去了 难道想让自己 大张旗鼓地找他吗 笑话 这又是什么欲句还银的把戏 赤岩就不信 没了白洛 还能活不下去了不止 他命侍卫把简衡叫 那个妖娄的男人又出现了 身上还特地擦了 当下最实行的枪 赤岩被那味道 冲得捂住口鼻 连连后背 呛 过于庸俗 白洛身上就没乱七八糟的味道 呦 衣服自己就往下滑了去 他一声声叫着王爷 却让赤岩想起 白洛那张阴害羞 而满脸通红的脸 赤岩的心里充满了焦躁 他冷冷地推开了眼前人 根本就连碰他的欲望都没有 就在这时 门外有人汇报 王爷 侍卫在王府门口 看到白洛侍卫 赤岩大喜 转身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满脸写着极度的紧张 而赤岩脸上挂着笑容 心里的焦躁一扫而空 此时已经是十分迫切的 想要见到你 可他来到门口时 却看到白洛跟聂怀羽站在一起 两人居然都还在笑 聂怀羽走后 白洛还一直盯着远去的马车挥手 他一回头 就撞到了赤岩的身上 看着王爷那阴冷的眼神 白洛顿时心头一跳 他吓得直后退 几乎是脱口而出 王爷 您怎么在这 我怎么在这 这是本王的王府门口 你说本王怎么在这 倒是你 为何与聂怀羽私混在一起 两天两夜 这么长时间 你们怕是什么都做 誓言用力将白洛往地上一摔 心里说不出的恶心 他竟在不知廉耻的勾引 也怀疑 白洛简直委屈到了极点 他弱弱解释 是因为在集市上晕倒 小王爷日行一善 让他救了 誓言才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什么病要治两天 白洛是真的觉得自己 累很累 他连解释的欲望都已经没有 既然王爷不信 那就把他赶走吧 誓言被气得连连拍手 好啊 有小侯爷撑腰 白侍卫说话硬气 据我所知 你有一群弟妹要养活吧 若是他们知道 哥哥是用出卖身体的方式 来养活他们 白洛 你还硬气得起来吗 两天两夜 这么长时间 你们怕是什么都做了 白洛 你有一群弟妹要养活吧 若是他们知道 哥哥是用出卖身体的方式 来养活他们 你还硬气得起来吗 要不要把真相 告诉你的弟弟妹妹呢 白洛是有弟弟妹妹 他们识过得很苦 大冬天只能睡在 四面漏风的破屋子里 生病发烧 都没钱治病 只能硬撑着 平时靠在街边乞讨一声 后来白洛成了王爷的要补 他才有钱给弟弟妹妹 买了大房子住 他在小弟心中是大英雄 小弟向他看齐 也要当大哥那样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白洛心中很恐惧 他不想被弟弟妹妹知道 让他们被别人耻笑 他求着王爷 不敢再违抗他的命运 没想到 王爷竟然让他跪在 热闹的人群中 向他起罪 白洛没有一丝的犹豫 就毅然决然地走得过去 然后转身 咚的一声跪到了地上 尽管赤炎还在见他 他那少得可怜的尊严 但只要弟弟妹妹 不会因为他而抬不起头 就可以了 他开始在人群中 大声向着王爷请罪 还把头重重地刻在了地上 而赤炎只是站在那里 轮面旁观 听着白洛的认罪声传来 王爷 对不起 属下知错了 求王爷原谅 他的声音在人群中 显得很突兀 所有人的目光中 都带着鄙夷和厌恶 这时 不知从哪里 突然丢出来一个臭鸡蛋 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色彩 一时间 臭鸡蛋 烂菜叶子 纷纷向他砸来 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竟拿起了石头 向白洛打去 赤炎在这时冲到白洛面前 挡住了那小孩 白洛在他身后 流着泪祈求 王爷 您的要求属下照做了 求您别伤害我的弟弟妹妹 给他们留一丝为人的尊严吧 赤炎一把将他 从地上拽起就走 经过那小孩时 还很凶地让他滚开 把那小孩吓得直哭 连连叫起娘亲 渐渐退去了白洛的衣服 亲自动手帮他擦洗 白洛依旧呆呆地坐在那里 一点生气都没有 当赤炎帮他洗好抱起后 白洛也还是像个木头人 赤炎凑近他 他也只是呆呆地睁着眼睛 就像是失去了灵魂一样 赤炎感到十分暴躁 想让白洛跟他说话 白洛面无波澜地抬起眼 王爷想听属下说什么 对不起王爷 属下错了 您让属下做什么都可以 够了 本王想要的不是这个 本王要你心甘情愿的衣服 永远不离开 王爷是不是想让属下 当王爷的狗 只要王爷想 属下就是王爷的狗 属下可以学狗叫 吃狗食 只要王爷下令 闭嘴 你就这么自亲自见 好啊 那你就一辈子当条狗吧 赤炎愤愤转身离去 他要去丞相府 他明明喜欢的是云念 却为什么总是为白洛 而心烦意乱 他迫切地想要见到云念 来证实自己心中的想法 来到丞相府 他迫不及待 将云念紧紧拥入怀中 并告诉云念自己喜欢他 没错 我爱慕的 只有云念一人 白洛算什么东西 王爷想听属下说什么 你让属下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王爷想 属下就是王爷的狗 属下可以学狗叫 吃狗食 只要王爷下令 誓言不明白 他明明喜欢的是云念 却为什么总是为白洛 而心烦意乱 他转而去找云念 迫不及待将云念紧紧拥入怀中 并告诉云念自己喜欢他 没错 他爱慕的 只有云念一人 白洛算什么东西 他迫切地想要 看见那只发钗 让云念再带上给他看 那只发钗 是当年赤岩和云念 被困在山上的时候 他送给他的 云念盯着那发钗看 心里有些忐忑 他儿时也曾去过神医谷 那时 他在一个男孩子手上 发现了这个发钗 他立刻被这么漂亮的东西所吸 便毫不犹豫 从那小男孩手里 夺走了发钗 他想把它买下来 可那小男孩却偏偏不肯卖 旁边的侍卫 狠狠地不可推倒在地 云念在这时 也用脚踩上了小男孩的手 你也不拿镜子照照 这么珍贵的钗子 怎么可能是你这种人的 一看就知道 是你偷了本小姐的东西 不要再让这个小偷 出现在本小姐面前 把他丢从神医谷赶出去 沈云念 就是用这种恶劣的方式 得到了那个发钗 而王爷似乎把他 当成了当年那个男孩 才会对他如此之好 他在云念旁边脱口而出 真漂亮啊 落落 云念一下子愣住了 他根本不能接受 而王爷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刚刚的口误 赤炎竟然把他叫成 那个下贱的侍卫 云念气得牙根痒 他强装温柔 故意提起话题 听说王爷今天在府门 外伐了一个事物 是谁这么不开眼 让您大动干我 在得知他想要的答案后 故作心疼王爷 让王爷把白洛打发出去 可赤炎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竟还不让他再提起此事 王爷 你马上就要娶我为妻 可我连你府上的 一个下人都不能处理 别人知道该如何看我 别生气 一个下人罢了 说到这里 赤炎突然顿了一顿 他想起白洛泪流满面 让自己赶他走的样子 心脏都感觉揪了起来 云念在他旁边气到脸发黑 王爷果然舍不得 既然赶不走 那就直接毁掉 我也知道 王爷是念旧之人 既然不愿直接将他赶走 不如将他送来我府上 由我管教一二 这样一来 我既能为王爷分忧 归日后立威 又不必将白洛赶走 两全其美 还是王爷觉得 我连个侍卫都比不上 才会如此不愿 怎么可能 他如何与你相提并论 听你的便是 多以你 赤炎这就把白洛叫到了 丞相府 让他跟着云念 而白洛跪在地上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 这两个人 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讽刺 赤炎把他像个物件一样 送给厌恶他的沈云念 还要自己谢他 他垂下头去 现在只希望王爷 能看在自己 陪了他五年的份上 帮忙照顾下弟弟妹妹 却得到了赤炎 根本不会 帮他照顾家人的回复 这无情的话语 让白洛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沈云念只怕夜长梦多 已经等不及 快速吩咐何管家 把白洛带走 白洛边走边自嘲 多可笑 曾经的我死都想死 在赤炎的怀里 如今的我却不想 回头再看他一眼 哪怕是永别 记得把车架远一点 随便你们玩 别弄死就行 赤炎坚信自己喜欢的是云念 白洛算什么东西 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 于是在沈云念的劝导下 竟有种想把他留下的冲动 云念赶紧搂住了赤炎的胳膊 提议想一起去赏灯 以此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而这边白洛 才刚刚落寞地上了马车 立即就被人抓住了胳膊 并被捂住了嘴巴 管家冷漠地看了一眼白洛 他就交给你了 白洛用力地挣扎着 他拼命地想要把 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正脱开 猛地伸出脚 用力地踹了那男人一脚 另一个男人 一把掐住了白洛的脖子 还敢反抗 沈云念如此恨他 竟让这些人来糟蹋自己 这时马车车连有一丝缝隙 白洛透过那缝隙 看到了赤炎和沈云念正并列而行 他瞪大了眼睛 突然萌生出一丝希望 是赤炎 他希望赤炎能救自己 他拼命用身体撞击着这辆马车 甚至用自己的头往地上撞 他希望赤炎能够注意到 这辆车里的声响 可他的动作被车里的男人注意到 他朝着白洛的肚子 喘踹了一脚 那动的一声响 吸引了赤炎的注意 他将马调转了方向 总感觉车里有些不太对劲 发出的声音也很奇怪 而马车里白洛被紧紧捂住口鼻 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在内心不停地呐喊 救救我 赤炎 救救我 赤炎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 此时赤炎已经来到马车面前 并叫停了那马车 沈云念顿时慌了起来 他挡在马车前 声音娇称 王爷就那么不放心 马车里那个吓人 王爷 若是您当街拦下丞相府的马车 从里面带出一个吓人 朝中的人会怎么编排 您贵为储君 就算不顾未婚妻的颜面 难道您就忍心把白洛 推到风口浪尖上 王爷还不放心我吗 再迟就胆不上灯会了 誓言被沈云念的话出动到 内心确实不想白洛被别人指指点点 最终还是依了云念 跟着他一起走远 白洛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希望 从无道理 又从有道无 车里的男人 把白洛的头用力地砸在地上 你不是爱撞吗 让你撞 看谁还会来 谁会救你 白洛被他们带到了荒郊野外 他被丢到了草地上 两个大汉看着他那梨花带雨的样子 早就等不及了 其中一人一边撕折着白洛的衣服 一边吟笑 嘿嘿 小美人 好好伺候我们 就留你一条命 说话间 那男人已经骑在了白洛的身上 真是绝望啊 白洛只感觉无穷尽的痛苦和恶心 将他整个人都淹没了 这个可怜的男人不仅被抛弃 还被两个大汉绑到了荒郊野外 他们早就等不及了 其中一人用力地撕折开白洛的衣服 迫不及待地 袭在了白洛的身上 真是绝望啊 他只感觉无穷尽的痛苦和恶心 将他整个人都淹没了 他突然想到 儿时赤岩误入一片森林 眼看就要被那只可怕的熊吃掉 是他把手里的蜂蜜罐 用力地砸在了熊的头上 趁他被蜜蜂叮咬之际 背起赤岩就拼命逃走 即使他已经筋疲力尽 却还是没有放下赤岩 自己逃走 原来他是因为嗓子生病 在吃药 你要记住我的名字哦 赤红的赤 炎热的炎 很好记得 你要一直把他刻在心里 以后有危险的时候 你就在心里大叫我的名字 我一定会来保护你 我们来拉勾勾 我绝对不会骗你 而此时的白洛 泪流满面 骗你 大骗子 你什么也没有做到 他难受极了 喉咙里的血 无端被咳了出来 染红地堵住他嘴巴的纱布 他好像要死了 怎么办 主子特意叮嘱 别把他弄死 愣着干啥 被发现一定吃不了兜着走 赶紧跑路 另一边 赤炎正陪着沈云念逛灯会 可他却有些心不在焉 内心充满不安 当沈云念开心地 跟他分享灯会上的 讨喜图子灯时 他也只是淡淡地嗡了一声 甚至感觉满脑子 都是白洛的身影 白洛 你来了 你回来了 赤炎 我喜欢你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赤炎满心的喜悦 却突然被白洛一把推开 骗子 骗子 赤炎你是大骗子 我没有 我不是骗子 你要去哪 回来 白洛 别走 别离开我 赤炎猛然从床上坐起 被这个噩梦所惊醒 他出了很多汗 内心的不安感更加重了些 于是叫来暗卫 询问白洛现在的情况 可那暗卫竟说 他不在沈云念的府上 赤炎顿时慌了神 又响起马车里那奇怪的声响 他内心的不安被无限放大 他立即连夜骑马 火速赶往丞相府 沈云念深夜起床 他明知王爷所谓何事 面上却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询问王爷出了什么事 王爷此时周身散发的阴冷之气 似乎都能将人穿透 云念 白洛在哪里 王爷 不过是丢了个下人 您竟然半夜上门来质问我 难道白洛比我重要 怎么可能 赤炎习惯性地说着这样的话 但他想起刚刚的噩梦 白洛在梦里扑诉 说他是大骗子 似乎准备一去不回 他内心的不安被无限放大 令下人立即去找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白洛找回来 王爷 我也不知白洛去了哪里 没有下人向我通报 我这就派人去找 深更半夜的 王爷留在府中休息 可他又怎能安心休息 此时心里已是抓心脑干般的难受 这时 丞相走了出来 王爷若需要下人 丞相府可以给王府送一些 何必对小女急烟立色 赤炎意识到 是自己失态了 无奈离开了丞相府 沈云念气的牙齿都要咬碎了 自己在王爷心里 竟比不上一个低贱的下人 他命丫鬟去神医谷 把孙神医一家都请来 他得给自己增加筹码 绝不能让白洛在王爷心中阅步他 次日 下人提醒王爷 该用武善了 他哪里有心情用善 根本就没有任何为了 派出去的人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白洛 真是废物 继续去找 找不到白洛 就别回来 另一边白洛昏昏沉沉 不知道自己在哪 难道是阴曹地府 他又感觉到 那个大汉向他伸出手来 还迎叫着小美人 好多人 有好几个人 在不停地厮守他的衣服 他不能接受自己被玷污 直接就要咬舌自尽 这时他被一声尖叫惊醒 啊 流血了 快来人啊 小侯爷受伤了 他这才发现 自己正咬着小侯爷的手指 白洛赶紧松开了嘴巴 并跟小侯爷道歉 聂怀宇十分心疼白洛 他轻轻摸了摸白洛的头发 安抚他安全了 别害怕 大夫叮嘱白公子 虽暂时脱离危险 但一定要尽量 聂怀宇这就把蜡烛拿走 想让他好好休息 可蜡烛熄灭后 无尽的黑暗向他袭来 白洛整个身子都抖了起来 眼前又浮现出 那两个想对自己 欲行不轨的大汗 他拼命地尖叫着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全身都仿佛被一种 窒息感包围 聂怀宇听到尖叫后进来 就看到白洛一个人 蜷缩在床的角落 浑身颤抖不止 他连忙将白洛一把抱住 别害怕 我在这里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我会保护你 安抚了很久 白洛才昏昏沉沉睡去 聂怀宇帮他把被子盖好 还分出婢女 不能让这间屋子的烛火灭掉 他走出房门后 暗卫来报 瑞王府的人马 从昨夜开始 满城寻找白洛 聂怀宇当即吩咐暗卫要小心些 不能泄露白洛在府中一事 暗卫面露担忧之色 这 瑞王爷乃黄储 全是滔天 我明白 可我很怕 把白洛交出去 他会被赤言虐待致死 我想保护他 你这个不要脸的 这是你怎么卖力伺候 小侯爷得来的 白洛过得那么苦 聂小侯爷见他可怜 只是不想再有人欺负他 想保护他 他很怕把白洛交出去 他会被赤言虐待致死 于是他让暗卫 压下了白洛在自己府中的消息 第二天白洛醒来后 感到整个头都昏昏沉沉的 聂怀宇在他身边守了一晚上 见他醒来 脸上笑语温柔 白洛看着眼前的人 有些迷茫 毕竟他们之前不熟 这时他注意到 自己手腕上 多了一串精美的猪串 这猪串 是我送你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送人礼物 你可别拒绝 不然我会很没面子 多谢小侯爷 只不知小侯爷为何救我 我这等卑微之人 怎能让你如此费心 白洛 世上没有谁生下来 就是清剑的 你不可以如此妄自菲薄 清剑 被赤言轻舍太久 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自己是谁 此时沈云念这边 探子来报 聂怀宇把白洛藏在府中 还在屋里跟白洛待了一夜 好极了 沈云念心里 简直是说不出的快 而之前那两个 负责抓人的废物 也已经被他找到后 处理掉 是时候了 走吧 我们去给王爷报信 他定会欢喜 没过多久 一匹人马就以火速出动 将小侯爷府外 层层包围住 侍卫们强行推开拦路的下人 只见人群后 站着一脸面色铁青的网面 他们直直闯入府中 一点颜面都不留 誓言气到发疯 给我搜 仅是片刻前 他还因担心 白洛吃不下睡不着 没曾想 云念进来告诉他 白侍卫与聂怀语十分亲近 此番他不声不响 藏到侯府 让王爷与我担忧至此 实属不白 正在屋内休养的白洛 听到外面的动静 还以为是小侯爷 请太医回来了 脸上顿时露出了微笑 小侯 可他话还没说完 脸上的表情 瞬间从微笑变成了恐惧 甚至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誓言看着他脸上表情的转变 心脏都揪了一下 他一下子走上前去 扯起了白洛的衣服 白洛 你在这逍遥快活 可是让本王好找啊 誓言一把将白洛拦腰抱起就了 本王的人聂怀语也敢抢 他粗暴地把白洛推入马车内 注意到了他手腕上的那个猪串 心中的极度熊熊燃烧 聂怀语送的 你怎么伺候他 让他对你如此舍得 真是暗言 誓言将那猪串 狠狠从白洛手上扯下来 白洛竟敢反抗 也不看看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到底是谁给他的胆子 为了穿之前的珠子 连我都敢捂你 你眼里除了富贵 还有什么 没有一丝犹豫 赤言将那猪串 丢到了马车外 并警告他 白洛 你再不听话 我就把你像那穿珠子一样丢下去 把我丢下去 不用你丢 我自己来 白洛已经不再 对他抱有任何期待 他感觉心都凉透了 于是他毫不犹豫正开赤言 不管不顾地往车下跳去 洛洛 赤言真感觉自己要疯了 连头皮都在发麻 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他赶紧拉住了白洛的手腕 将白洛整个人都抱在怀里 固着他一起摔了下去 白洛 你再不听话 我就把你像那穿珠子一样丢下去 白洛只感觉心都凉透了 他毫不犹豫 正开赤言往车下跳去 洛洛 赤言赶紧将白洛整个人都抱在怀里 固着他一起摔了下去 身体重重地撞击地面 一股剧烈的疼痛传来 不过他 还是松了口气 还好护住了白洛 有没有受伤 你不要命了 令他胆怯 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他根本无法失去白洛 而赤言都已经这样了 白洛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反而朝着那珠串所在的方向走去 他居然不管自己的伤势 踏在地上去翻找那珠子 赤言还从来没被白洛这样对待过 他的脸色越来越阴猛 也越来越难看 不准找了 既然你喜欢我赔给你 不管要多少条 我都给你 你根本不懂 那条珠串不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 聂怀语送的就那么好 你是我的人 你的心里只能有我 不能有别人 够了 赤言 你忘了吗 你已经把我丢弃了 无言乱语 我何曾丢弃你 你亲自下令 让我跟着沈云念 云念是王府未来主母 他愿教导你 你该感激 感激 你知道沈云念对我做过什么吗 他派人欺辱我 这世上没有比他更恶毒的 住口 赤言拉着他的手 猛然松开 白洛被他吓得直后退躲闪 一不小心 被身后的小石头绊倒 摔倒了下去 洛 赤言的手伸到了半空中 却又握住了手 没有去扶他 云念曾救过我的命 是我牵挂寻找多年的心上人 你怎敢侮辱他 白洛笑得极其痛苦 原来人在绝望到极点的时候 不是无穷无尽的哭泣 而是悲痛到想笑啊 王爷如此深情 那我祝你永不后悔 祝你和沈小姐百年好和 永远 永远都不要分开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 赤言绝不会相信 他的云念那么漂亮温柔 还曾奋不顾身救过他的命 他不可能会做出那种事 晚上大夫给赤言包扎伤口时 下人来报孽小 侯爷在府外求见 这赤言当下命属下 务必带话 只想让他滚 白洛惊魂未定 既不可独处暗示 亦不可再受刺激 好个聂怀宇 我还没找他算账 他倒先来指点我了 继续查 查清楚 白洛到底怎么从丞相府的马车 到了聂怀宇的府上的 此时 白洛正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的小角落里 全身颤抖不止 赤言推门进来 跪坐到发抖的小可怜身边 白洛 你真是好本事 勾得聂怀宇追上门来 他竟说你怕黑 这就是你的把戏 对他说怕黑 要他赔 赤言按住白洛的双手 把他整个人都压在身下 其中一只手 还在撕扯着白洛的衣服 可他才刚刚扒开白洛的衣服 就一下子顿住了 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前的画面 他身上居然满是那刺眼的淤青 可恶 这到底是谁干的 此时天色渐黑 白洛充满了恐惧 整个人蜷缩起来 他不停颤抖并尖叫着 放开我 快来救我 谁来救救我 白洛 赤言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那说不出的绝望 竟是从他的声音里传递出来的 心脏瞬间狠狠一抽 他难以想象 白洛为什么会发出这样惊恐的声音 还有这么恐惧的表情 究竟发生了什么 白洛精神高度紧张 恍惚间 他透过赤言 又看到了那两个可怕又猥琐的大汉 要来侵犯自己 他的身体蜷缩得更紧了 抱着头痛哭 嘴里还在不停呼救 王爷 赤言 救救我 洛洛 你怎么了 我在这里 你不要怕 可白洛却在他怀里拼命捶打 由于挣脱不开 还对着赤言的肩膀 狠狠咬了一口 放开我 骗子 赤言已经不要我了 你不是赤言 赤言不要我了 赤言忍着痛没有放开 依然紧紧抱着他 白洛这样子 让他心里慌急了 他的洛洛到底怎么了 洛洛 你怎么了 我在这里 你不要怕 别过来 别过来 救救我 此时的白洛 整个人都已经神志不清 亦是魔 虽然赤言心里 很不愿意把白洛 交给杨谦来之人 但杨谦是他府上 最好的大夫 此刻显然 他才是最好的选择 杨谦把门打开后 赤言一脸紧张地 询问白洛的情况 不免遭到他的回怼 王爷还关心白洛的死活 他身上多处外伤 精神也受了严重刺激 有些神志不清 赤言大惊 满脸的不可置信 怎会如此 怎会如此 这话应该我问王爷吧 感激 你知道沈云念 对我做过什么吗 此刻赤言 在回想起白洛之前的话 心里隐隐有些悔悟 他之前从没将白洛的话 当真过 只当这是他勾搭人的伎俩 杨谦又提议 既然王爷如此不喜白洛 就将他胆走 是啊 已经好多人 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就连白洛自己也这么说 杨谦 赤言大声呵斥让他住口 不要说从今以后 再也看不见白洛 就是光想到以后 白洛会跟别人在一起 他都恨不得 把那个假想中的人 大谢八块 你只要帮我治好白洛 其他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管 此时聂怀宇 也是十分地担忧白洛 他一个人在屋内不安地躲步 这时下人来报 小侯爷 瑞王上门了 上次聂怀宇 因过于担心白洛 亲自跑了一趟瑞王府 想劝解王爷 能好好对待白洛 却被他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 此时看着眼前的瑞王 还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他看上去 脸色很不好看 似乎下一秒就想把他刺死 他的声音 也是十分地冰冷刺骨 说白洛为何会在侯府 我只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 等等来王爷的亲自质问 也是真的很不容易 聂怀宇长叹一口气 他没有急于解释 而是直接从赤炎身边走过 你跟我来 他带着赤炎 来到了府内的一处院子 那里 正停放着一辆沈家的马车 我家下人踩买时 听到这马车那有一响 留了个心眼跟出城 随着马车门 聂怀宇上前解释 这几滩血 应该都是白洛磕破头流出来的 赤炎看着这辆马车 只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 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天是他亲眼看着白洛上的这辆车 当时他也注意到的那声一响 想必是白洛拼命撞击车身发出来的 想到这里 赤炎的心都揪了起来 是他在里面 是他在向自己求救 可赤炎却没能救他 我家下人看到两个壮汉 把白洛从车里拖出来 欲行不轨 却莫名汽车而逃 白洛被下人背回来时 浑身是血 呼吸微弱 一条腿已经跨进鬼门关 那两个畜生 当聂怀宇问到王爷 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时 赤炎沉默两久没有回答 他感觉自己连呼吸都充满了质痛 难以想象 又不敢相信那两个畜生 会是他心里那么善良的云面派去 而那时的白洛 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回去路上 赤炎一直默默无言 他周深的空气 都似乎变得冰冷起来 下人跟在他后面 小心翼翼问着王爷 要不要回府 赤炎冷漠 让他不要跟来 他一个人起码来到热闹的街道上 这地方他再熟悉不过 曾经就是在这里 他终于在茫茫人海中 遇到了他心中惦念已久的那个人 他注意到了那位姑娘头上的发钗 绝对不会错 这就是他送给小时候 那个人的定情信用 于是他赶紧叫住了那位姑娘 本王乃锐王赤炎 敢问小姐 你头上的玉钗 从何处来 这个吗 这个是我又是从神医谷来的 果然是你 你还记得吗 在神医谷 你曾救过我的命 我一直在找你 那时的他心里不知道有多么的欢喜 这么多年了 他终于找到了 而使许下诺言的那个人 不知不觉间 誓言已经来到了丞相府外 王爷来了 可有寻到白落 念小侯也肯不肯放人 得知王爷已经到府外后 沈云念赶紧跟下人打听情况 没想到王爷一上门刚坐下 就开始质问 他那日接白落的下人的去现 云念当然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表示 那下人应该在 可坏来的管家却是故作紧张 不敢欺瞒二位主子 那两个下人死了 一旁的云念看起来可是惊讶极了 死了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死 什么时候的事 曾有人看到 那两人将载着白侍卫的马车 驶到郊外 尸体在那附近 财物被洗劫一空 什么 所以白落还没来丞相府 沈云念大惊失色 一个身子不稳 还险些摔倒 这细眼的不拿的大奖 真亏了 他大哭起来 是我愈下不言 才害得白落失踪 都怪我 赶紧加戏 小姐别哭了 小心哭坏了身子 赤言 那两个坏批 把白落带到郊外做什么 他有没有受伤 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怪我吧 赤言看着他 跟丫鬟一唱一和说了半天 一个字都没回答 只是默默坐在那里 冷眼相看 洛洛 你怎么了 不认得我了吗 我是赤言啊 自从赤言找到白落后 他就变成了这副可怜模样 赤言很是痛恨 到底是谁把他的洛洛 变成这个样子的 于是他亲自去 丞相府上门质问 沈家派去的两个下人 恰好心怀骨胎 又恰好遭遇抢劫 死无对证 真是巧 赤言起身 走到沈云店身前 用手帮他轻轻擦去眼泪 安慰他没什么 不要哭了 这虽然是红味的话 可声音听起来却很冷 随后王爷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太晚了 你歇息吧 赤言走后 沈云店心里还是有些忐忾 不知道王爷究竟有没有相信他 第二天一早 赤言就去了一家珠串店铺 他把店里最好的玉珠串拿过来 掌柜的赶紧点头哈腰 眼神都亮了 来钱了来钱了 这时 一个穿着朴素的小男孩 扯了扯他的衣角 老板 我想买一个玉镯子 不要太贵 走开 穷鬼还想买好玉 别爱了我们贵客的眼 说话间就一挥掌 把那小男孩扇倒在地 赤言皱着没看着这一幕 想起他儿时 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 那时 他娘生了重病 他拉着田大人的衣袖 求他看在爹爹生前 官居四瓶的份上 救救他娘 可田大人根本就看不起 这么小的职位 他身边的下人 也是势利 狠狠把他们推倒在地 并大声呵斥 走开走开 四瓶小官的遗双 也配劳动田大人 不要耽误我们大人 进宫给贵人看战 尽管已经是很诚恳的扑诉 还跪在地上求他 可他还是视而不见 连头都没回一下 直接离开 事后娘亲自然是离他而去了 赤言在娘亲坟前大声痛哭 却是无能为力 要是能请到田御医 娘或许就不会死 现在爹娘已然都不在了 赤言在看向此时的掌柜 瞬间失了兴致 脸色阴沉沉地起身离开 而这没眼色的掌柜 竟还想在此时留住他 赤言回过头来的那眼神 似乎能叨了他 滚出京城 再让本王看到你这张 屈炎附尸的脸 本王砸了你的电 小的错了 求王爷高抬贵手 小的再也不敢了呀 回府后 赤言和杨亲的影子 倒映在白洛床身 他看向二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惊恐 身体又开始不自觉颤抖起来 如今的白洛 已是神志不清 不肯开口说话 也不认得人 只能慢慢调养 赤言从杨亲手中 接过了白洛的药 他才不愿意看着 别人给白洛喂药 这种事当然要自己来 杨亲十分担心白洛的身体 赶紧提醒 王爷 白洛若是在受刺激 恐怕神仙难救 而赤言还是一副 不听劝的样子 冷声让他出去 杨亲走后 他坐到白洛床前 端着药 小心翼翼地吹了又吹 定要把这药 降到最合适的温度 直到他觉得 温度正正好的时候 这才咬起一勺 递到白洛面前 与其小心又温柔 白洛 吃药 可白洛却是别过脸去 摇头拒绝 不肯好好吃药 赤言难得有这么耐心的时候 尽管白洛不肯吃 总是会躲避那勺药 他还是会一遍遍得到他嘴边 这时白洛突然猛吹了他一把 赤言猝不及防 他一直都是受万人禁忧 别人见了他 都是点头哈腰畏畏缩缩的 在白洛这里 却被泼了一身药 他正要发作 可看到眼前的白洛 还是顿了一顿 此时他正满脸恐慌 全身仿佛炸了字 似乎是被赤言凶狠的表情吓到 白洛还以为赤言要打他 惊恐地缩到床的角落里 双手捂着耳朵 身子紧绷 赤言看他这一副小可怜模样 心疼极了 不知他的洛洛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他尝他那口气 然后从怀中掏出 特地为他挑的猪串 拿到他面前 别害怕 我不会打你 你不是最喜欢猪串吗 这个给你 好不好 白洛听了他的话 这才慢慢转过头来 打开了一点 用手捂住的眼睛 仅仅是瞄了一眼 然后就又迅速转了回去 独自在角落里颤躲 纯纯是一副可怜小白兔模样 赤言在他旁边 就像只可怕的大灰狼 似乎随时都会吃了 这只小白兔 他拿着猪串的手盾了盾 有些失落 又有些不理解 不喜欢吗 难道这个还不够贵重 纳闷之际 只见白洛战战兢兢 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 往赤言身后指了指 赤言往他指的方向看去 架子上摆着一只小猫 那是之前跟白洛一起逛集市时 他故作是随手打发给他的 赤言赶紧起身 把他拿到了白洛的手上 白洛把这小玩意儿捧在手心 终于露出了微笑 看来是很喜欢的 赤言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一起猪串 你更喜欢这只小猫吗 白洛 突然被人触碰 白洛瞳孔一缩 整个身子一震 猛然回过头来 在看清眼前的人后 瞳孔又渐渐恢复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就像知年人的小奶猫一样 将自己的小脑袋 凑到赤言的手边 在他手上蹭了蹭 赤言看着白洛的动作 十分的震惊 他虽看起来很脆弱 很需要人保护 可为什么他的眼里并没有自己 那眼神陌生的 似乎两人之前并不认识 他受不了跟白洛 有这种距离感 将手辅上他的小脑袋 拉向自己 白洛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是赤言啊